就是這通報案電話爆出好萊塢拍片現場 鬧出人命 48歲的導演受重傷 另一名42歲女攝影指導 哈欽斯·宋伊不治 開槍的竟然還是好萊塢男星 雅力·鮑德溫 讓外界聯想到這起悲劇 一般來說片場使用的道具槍 往往只是塑膠槍 而且槍口會封起來 裡頭更不會填充子彈 因為就算是道具槍裡裝了空包彈 也暗藏致命危機 如果有任何塑膠 它會出現狀態 如果有太近 槍口也能把開槍刺 甚至把骨頭碎碎碎碎 我還不明白為什麼 我們會用《鏡頭碎碎碎碎》 你能夠操作他們 如果你有錢 你能夠操作他們 專家分析全球電影產業 已經逐漸淘汰空包彈 更別提把實彈帶到拍片現場 除非有心人在背後搞鬼 如果骨頭碎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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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供幫助 這起拍片意外甚至驚動白宮 發言人薩琪回應 這就是場悲劇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